加利福尼亚州一家上诉法院,当地时间13日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决,认定打车服务公司Uber和LIF,有权将其驾驶员视为独立承包商。 近年来,针对打车服务公司,应将其驾驶员视为正式员工还是独立承包商的问题,加州各相关方陷入拉锯战。 2020年8月,该州一名法官裁决Uber和LIF必须将其驾驶员认定为正式员工,而非独立承包商。 作为正式员工,驾驶员可以享受公司的福利待遇,并有权组织工会。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,2020年11月,选民投票批准了加州22号提案,允许Uber和LIF等打车及送货服务公司,将其驾驶员归类为独立承包商。 为使该提案通过UberLIF、Doordash和Instagram等公司为投票花费近2亿美元。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,这些公司向其驾驶员承诺,如果提案获得通过,他们将享有一些灵活性和替代福利。 最终,该提案以58.6%的支持率获得通过。 报道称,加州22号提案是Uber和LIF等公司,不必遵守员工最低工资、加班费以及赔偿等方面的义务。 这些公司可以根据驾驶员的工作时间,来提供相关补偿及福利。 一些驾驶员试图推翻加州22号提案,并得到下级法院的支持。 2021年,加州一名法官裁定该提案为限。 随后,支持加州22号提案的各方,对下级法院的裁定提出上诉。 3月13日,加州地区上诉法院,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决。 支持Uber和LIF等公司,在加州将驾驶员视为独立承包商。 Uber首席法务官托尼维斯特13日表示,加州22号提案为基于应用程序的工作方式,保留了独特的灵活性。 当日的裁决是打车服务平台驾驶员,以及投票支持。 22号提案的数百万加州人的胜利。 但在加州劳工联合会领导人,前州议员洛雷纳·刚萨雷斯·弗莱赤看来, 上诉法院实在允许企业花钱,摆脱加州法律的控制。 他说,今天,上诉法院选择与强大的公司,而非劳动人民站在一起。 美联社报道称,13日的裁决可能还不是最终结果, 相关方仍有机会,向加州最高法院提出上诉。